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百万地产经纪人Cathy 那今天呢我又回来到Long Island City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一套独家代理在Gallery的房屋 那Gallery是2018年建成 在亚马逊要宣称进驻长岛市的时候 这一栋楼还屡次上电视 因为真的那时候被风抢一空 那今天这一套房子呢 是在一个四楼朝南的户型的一房一厅 那我们就一起上去看一下吧 那我们就正式进入这个房间的内部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套一房一厅的户型 这边是Gallery 环境我们目前在四楼做的是一个倒台式的厨房 进门口处我们就立刻可以看到这个非常漂亮的厨房 这一套房子其实最大的亮点呢 一是在于做工用料非常的好 二呢就是它本身的设计师也是非常出名的 它用的是纽约非常知名的一个设计师 叫Paris Favrino 那这个设计师的主用色调呢 都是喜欢用木色搭配一些白色 搭配出一种清新并且带有家的感觉 但是厨房本身的功能性也是非常齐全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内嵌式的冰柜 冰箱 这边呢是我们的这个碗的洗碗柜 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微波炉 这边的灶台呢采用的是五灶台的形式 这一套户型的亮点呢就在于 它本身的客厅是带有全落地窗的 全落地窗不单指这边还是朝南的户型 所以这一套的采光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那镜头可以给到窗外看一下窗外的景色 我们可以看到窗外这边正在行走的 就是我们的地铁7号线 那没错这个楼盘本身是位于 Long Island City的核心区 MOMA PS1博物馆的对面 那这里地点的好处呢就属于闹钟取景 那这个楼盘的对面呢 马上就要开的是Trader Joe's这个超市 那年轻人都知道Trader Joe's以来 这个区域的活力啊生活的便利程度 当然是非常好的啦 那我们不如现在一起出去外面 看看阳台是什么样子吧 在这边还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朝南的户型虽然现在是晚上五点多 但其实还是非常亮的 那在这边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 也是非常的惬意 那我们接下来一起看一下 卧室跟洗手间吧 厨房的旁边呢过了这个小走廊 马上就到了这边的洗浴卫生间 那风格的话跟厨房非常的类似 也是白色搭配一个木色调 其实它强调的呢主要是一个储物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面其实还有一个小的玻璃柜 可以放更多的生活用品 那下面的水台的下面其实也是有储物空间的 那这边呢是一个buff top 加一个sand shower二合一这样子的形式 而且它还有一个内嵌式的这样子的一个储物柜 小柜子在这 那其实可以放下非常多的东西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卧室 那卧室跟客厅是一样朝向的 两个都是朝南的户型 而且都是全落底窗 所以采光是非常的棒的 我朋友的房子呢刚开始挂在市场在销售 目前的售价呢是90万家 大家具体有任何问题可以再私信我 我可以给大家解答 好啦那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如果对Longland City的房产安家 或者投资有任何的咨询 想要有疑问的 要有人帮你解答的 都可以随时联系我 那我的联系方式就在下方 大家也记得关注我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